第二十五章 仗庸拿背扫 原本正在飞行过程中的桑莫 骤然停下 直接拿出了传讯令 临时一扫 脸上表情一瞬间呆滞住了 但是仅仅一会儿 桑莫脸上肌肉抽动了起来 眼中凶光闪闪 哈哈 桑莫邪恶狂笑起来 声音犹如乌鸦尖叫一样 那么疯狂 桑莫笑声收敛 眼中尽是杀意与极度的兴奋 刘兴 果然不出我所料 你就是那个修仙者 哈哈 天助我眼 你杀我儿 屠杀我族人 又让我在仲护法面前丢失了面子 如今我得知你背叛洞主 哼 不让你魂飞魄散 我还有脸 活下去吗 奸笑着 桑莫红袍一卷 整个人化为一道红光 改变方向 直接朝赤血洞府方向赶去 从黑鹰出现 到最后 白鹰被杀死 只是刹那时间 这段时间 白鹰 染蓝 木旭被杀死 而那杖油戳胶杠够凑法 杀死了染蓝 实在让人吃了一惊 大哥 达到原鹰期 我实力可是增加了数倍 一个原鹰中期的小家伙 杀死是 轻而易举 就是洞虚前期高手 我也有一些把握 黑羽善着与赤得意说道 秦宇心中一阵惊讶 小黑 你说是洞虚前期 可别吹牛啊 你以为你是神兽 秦宇笑道 黑羽却是一怒气冲冲 愤愤道 你知道什么 这可是我的秘密 你看着 随着我功力的提高 我的变化还大着呢 当初经历那禁术 那么大的痛苦 我岂是白癌的 秦宇心下清楚得很 小黑 按照他当初所说 需要久久中劫 才能完全化为人形 一般 只有神兽才需要如此 可小黑如果是神兽 为何三年前 他达到金丹后期的时候 又经过禁术 反而比那原鹰中期的茶哥 还要稍微弱上一筹呢 这点秦宇试想不通 总感觉小黑 比神兽弱点 秦宇和小黑 彼此临时 交流 而那仗由此 且欢不动 小黑 你说如何处置这家伙 秦宇故意说出声来 同时看向杖印 伯六仓过身来 看着杖印眼中 盈盈清光闪烁 一股邪义的气息 压向杖印 杖拥必然荡 亏害傲艳枪啊 我自知有这位黑鹰前辈 以及护法你联手 白银他们 即使加上我也定 不是对手 既然不是对手 我也不想就这么死 望流星护法收留我 即使流星护法 以后要将那茶红取而代之 我也定 站在流星护法身后 哦 秦宇看了看 杖由此敲黄凳财处 而是一挥袖 一道道星辰之力卷出 直接将冉蓝 木序 以及白银的原鹰收了 同时将三人的 储物手镯 以及灵器也收了 这三人 在最后 竟然没有原鹰自爆 秦宇回忆起 当初向阳自爆的场景 不禁笑道 如果三人自爆 至少三人的原鹰秦宇 是得不到了 杖由又浅赞道 流星护法 原鹰自爆 那是白痴才做的事情 何等的白痴法 秦宇访问道 杖由本由荡溃 还按闭门者被杀的时候 灵魂还有刹那停留的时间 那时间足以他自爆 有条件自爆是一回事 敢不敢自爆 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一来 原因 一旦自爆 旁边的敌人 会早先感觉到 能量波动 会急速避开 即使那自爆能伤了敌人 也杀不了敌人 第二个原因 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一旦原因自爆 自己的灵魂 也是要被炸得魂飞魄散 杖勇成贤 新搜黄肯 Sigma三 这一无法杀敌 二还要 让自己魂飞魄散 有几个修炼者胆敢 他们一个个 对魂飞魄散的恐怖 都清楚得很 一旦魂飞魄散 那可是真正的 永远从世间消失了 杖勇成贤 灿心搜黄肯先忧 秦宇和黑宇 彼此看了一眼 这杖由盗墓拐厅 怀回原因 自爆一般 还真的难以将敌人杀死 毕竟即使自爆 也有一个启动时间 敌人足以远远避开 即使重伤也不会死的 杀不死敌人 自己魂飞魄散 谁愿意 不过 原因自爆 唯一的用处 就是不让敌人 得到自己的原因 仗友 发一溃 秦宇顿时笑了 此次一战 他一口气 得到了三个原因 这原因可是那些 修妖者的能量核心啊 这次回去好好修炼一番 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 那白银他们三人 为何不自爆呢 秦宇说道 他们自爆 不是让那个 我得不到原因了吗 看来还是胆小啊 仗印晃击溃 还白元 他们敢吗 更何况 那冉蓝和白银 根本没有机会自爆 我一拳直接碎掉 冉蓝的脑袋 同时也灭了他的灵魂 黑银前辈 也同样毁掉白银脑袋 同时灭掉了灵魂 没有灵魂 他们想要自爆都无法 至于沐絮 他既然死了 要原因何用 那等自私的人 是没有勇气 让自己魂飞魄散的 仗勇促牌 则六山善溃 还奥艳枪啊 难道你不知道 这灵魂可脆弱得很 只要能力轰上一击 就可以直接灭掉灵魂 秦宇赫然 这方面 秦宇没有太深究过 不过仔细想来的却如此 刚才秦宇杀木絮的时候 只是 毁掉心脏而已 如果直接毁掉脑袋 震碎灵魂 那才是最干脆的做法 杀敌 并让敌人魂飞魄散 永无翻身之地 不单单是灵魂 即使是原因 融合了灵魂离体 也是异常脆弱 你看那些失去身体的超级高手 为什么要修散先 就是因为 原因虽然能量多 但是本身防御太低 根本不敢和敌人彼此攻击 秦宇一向便明白了 即使达到洞虚级别的高手 也不会将原因融合灵魂 飞出体外 和别人战斗 一来原因防御不够强 二来 原因融合灵魂 一旦原因受伤 很容易让灵魂受到损伤 那可是致命的 失去了身体 那些超级高手 也要修散先 聚集散先之体 保护核心原因 秦宇 此刻对这杖雍吹 有了一丝好感 杖雍此次 我背叛那洞主 如果你不死 你如果通知洞主 那怎么办 斩草不除根 这可不是好做法 我没有理由放你啊 秦宇沉吟着说道 听到秦宇如此说 杖雍成顿时严肃了起来 杖雍起手掌 严肃道 我杖雍允贤台恶魔 如果我背叛流星护法 泄露他的秘密 那就让我被天雷劈死 魂飞魄散 永世不得超生 杖雍英红亮 也严肃得很 秦宇和黑宇 都感应到了一种特殊感觉 那是心灵才感应到的感觉 天地波动的感觉 好 秦宇笑了 身为修真者 秦宇对于发誓 可是清楚的 狠 这些誓言如果违背 那是肯定要应验的 或许凡人借一些 什么也不知道的凡人 才会随便发誓吧 秦宇他们可不敢随便发誓 不过 你现在和我二弟黑语 先藏一段时间 待到一切安全的时候 我会直接通过传讯令 通知你们的 秦宇心中早有了打算 当即对着帐游荡溃 帐游又切发一溃 秦宇笑了 有一个聪明属下 特别这个属下绝对不会背叛 这种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流星护法 属下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这件事情很重要 如果失败 估计你的计划也施展不了 张永成略微有些郑重 秦宇也看着这张音 准备听张游戴 流星护法 那白鹰在死之前 已然通过传讯令 将你是叛徒的消息传了出去 秦宇脸色顿时一变 糟了 秦宇一刹那 整个后背都渗出了冷汗 自己背叛的消息 一旦传出去 那赤血洞府的洞主 绝对不会放过他的 赤血谁吗 本身是极为厉害的妖兽 又是达到洞虚前期 查红的真正实力到底多强 还真的难说 流星护法 不必担心 张有则挟确斥 秦宇看向此刻的张英 看他一副胸有成竹模样 也不自禁有了一丝期望 当即问道 不知道张优文心 才垂交啊 尽管说来 张拥捆反馈 还傲咽枪啊 赤血洞府麾下的护法 各自有各自的算盘 谁是绝对忠诚 那白银 即使这个消息告诉其他护法 那些护法为冒头说吗 侯废护法的实力 可不是说了 完的 此话一出 秦宇一阵轻松 有侯废在 那些人敢和秦宇 作对吗 更何况 白银护法说的就是真的吗 杖庸中 Alpha四虎楚 秦宇一阵 而后也笑了起来 对啊 白银护法传递的消息 就一定是真的吗 难道不可能是白银护法 陷害他的妖 反正在场的证人 可全部死了 死无对证 说到这秦宇 还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可真是白痴了 白银 他说我背叛 我 难道不可以说他背叛吗 而且我还有证人 发现这事情 秦宇的计划再次改变 原本不让杖永错魔 先在外躲避一段时间的 如今 确实要让杖永错 耍这可是一个大好的证人 主要是杖庸 却在被人看来 实在老实 杖幼博捆二 不过留心护法 必须要杀死一人 那人 就是桑默 桑默 和你有仇 他知道这个消息 肯定是想方设法的 蛊惑 洞主的 洞主 我知道 虽然算是枭雄 可是疑心病重 一旦桑默蛊惑成功 那 秦宇听到杖游说 心中也清楚 外人可能因为 涉于侯废的厉害 不会惹秦宇 毕竟 及时举报 对那些人 也没有好处 反而得罪秦宇 可是桑默 就不同了 他肯定会想方设法的 对付秦宇 不好 他现在就在洞府内 即使我全力赶回去 也需要大半日 秦宇面色一变 杖游十二发 会还八权属下掉的不错 那桑默 肯定是尾随我们一同出来的 如今 流星护法 只需要传讯给侯废护法 让侯废护法查探一番 如果侯废在洞主 就直接杀了 如果不在洞府 就让侯废护法 在赤血洞府之外 准备阻杀那桑默 秦宇确实想到一个事情 如果桑默知道这消息 直接通过传讯令告诉洞主 那可糟糕了 杖游平劳碌角 则此想 说道 护法放心 洞主肯定不知道 自从一百年前洞主 就经常开始闭关 而且闭关的时候 最忌讳有人打搅他 甚至于闭关的时候 他连传讯令都不带 这是几乎每个护法 都知道的事情 秦宇一笑 他和侯废刚刚到赤血洞府 这事情反而是不知道的 废废 快去查探一下 看桑默在不在赤血洞府 如果在 就直接杀了 如果不在 你就准备在洞府门口阻杀 那桑默 不论如何 绝对不能让桑默见到洞主 通过传讯令 秦宇将这消息 传给了侯废 胆比天大的侯废 办 这种事情最是妙 秦宇也很放心 留心护法 属下 还有一个秘密告诉护法 仗佑顺窝了表忠心 似乎什么事情都要说了 实际上 仗佑猜鬼 如果他隐藏秘密 待到有一日 黑羽和侯废两大超级高手 根据他判断 这侯废和黑羽 至少也是原音后期的实力 甚至于更强 有如此臂力 他投靠也没问题 秦宇脸上有了一丝笑容 哦 什么秘密 此刻 秦宇对这仗又采分满意 仗佑欠队还爬环误送灭队 愤身骚 也不会百年几乎随时闭关吧 而且 根据属下查探 那查红在百年之前 也没有如此勤奋 而且在百年前 赤血洞府护法有二十多位 然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护法一下子少了大半 结合这百年 他经常闭关 我想 查红这百年随时闭关 肯定为了某件事情 而这事情 也肯定和当初那些各护法 一下子消失有关系 仗佑和谢祥武勒福 第五集 赤血洞府第二十六章 侯废报幕 赤血洞府内 我给大人揉揉肩 一揉妹的侍女 在侯废身旁说道 说着 必要为侯废揉肩 而另外一个侍女 也将一盘子水果 送到侯废面前 甚至于还帮侯废包了那水果皮 侯废那双火眼眨巴两下 整个人仿佛石化一样 但是仅仅一煞呢 怒合声便响起 出去 出去 侯废那双火眼怒瞪 整个人仿佛怒急 直接将那两个侍女给轰了出去 侯废盯着 被自己推出去的两个侍女 鼻子中喘着粗气 呀的 这女人 还真是洪水猛兽 她此刻仍然感觉自己 被侍女抚摸的地方 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那查破实在是不知道好坏 庸人 为什么请几个女人 侯废哼哼道 就在此刻 侯废疑了一声 这时候谁传讯给我 单手一翻 一块传讯令出现在手中 一旦成为护法 赤血洞府 可是给秦宇和侯废每人两块传讯令 桑莫 侯废心红的舌头 舔湿了一下嘴唇 一道凶光从眼中冒了出来 怪笑道 大哥总算是开窍了 嘎嘎 侯爷我早就 看那桑莫不顺眼了 说完 侯废直接临时散开 开始仔细搜索了起来 这赤血洞府占地面积虽然大 可是依旧被侯废 零时完全覆盖 这侯废实在嚣张的 狠 如此直接的找人 这赤血洞府内 零时超过侯废的 也就二人 一藤壁 二茶红 此刻在房间盘仙坐的藤壁 眼睛睁开 自言自语道 那侯废零时搜索干什么 想了片刻 藤壁便笑了 他对于别人的事情可不感兴趣 他感兴趣的是和侯废 即将开始的一战 至于那位正在努力打开 黑色玉盒封印的渣红 根本没有心思 想那侯废要干什么 不在 侯废侯鼻子中 喘出一道气息 眼中凶光闪闪 算你小子好运 暂时可以不死 不过侯爷有出手 你是没有任何生还希望了 侯爷怪笑两声 整个人化为一道残影 直接冲出了自己的毒怨 那两个被推出来的侍女 还在埋怨侯废这死猴子 不懂风情 然而一阵风呼地 从毒怨大门穿出去 眼儿 大人出去了吗 一刮子脸侍女 眨巴大眼睛说道 另外一鹅蛋脸侍女 也点了点头 不过他们 也为侯废的速度惊异 毕竟他们这些侍女 也是达到金丹期了 连他们这等羞妖者 都无法看清身形 可以想象侯废的速度 侯废身形一下子 出现在了赤血洞府洞门之处 大人 赤血洞府守门的护卫 一看到侯废 其中一人忙恭敬道 不知道大人有何要事 属下等是否帮上忙 这些护卫一个个也知道 这新来的猴子模样的护华 是多么的厉害 猴废撇了两旁的护卫 嘎嘎笑道 猴爷我也没啥事 在等人而已 对了 桑莫护华出去多久了 其中一护卫忙道 禀报大人 桑莫护华出去 已经有大半天了 猴废听到这话 手中一番便出现了一传训令 直接将信息传给了秦宇 而后收了传训令 猴废协以着洞门之处 一双火眼就盯着洞府之外 就等着桑莫的到来 大哥 桑莫内斯不在洞府之中 已经出去大半天了 不过大哥放心 我已经在这洞门之处等着了 一看到那桑莫 便是那桑莫变成肉饼之石 嘎嘎 看到这条信息 秦宇欣赏的 看向杖印 杖幼戏目龙机 据消息 那桑莫已经出来大半天了 看来那桑莫果真尾随 我们出来的 秦宇笑道 仗友取Sigma幻力盲道 流星护法 论速度 你和那桑莫相比 谁快谁慢 论速度 三年之前 即使桑莫用本体飞行 也赶不上秦宇的速度 三年之后 秦宇的速度 更是比桑莫快得多 即使那桑莫用本体飞行 也是不及我的速度 秦宇一笑说道 仗友FY 溃海傲巧地 既然那么早就跟着我们 相比他此刻离我们也不是很远 如果我们现在就追 还是有希望提前追到他 如果在到洞府之前就杀了他 那事情就更好解决了 黑羽临时传音道 论速度 大哥也是不及我 我去 说着 黑羽不要追过去 小黑 你现在还在被追捕 你前往不能进入赤血岭范围 这样吧 你追可以追 追到大半距离 如果追不到 那就直接放弃 不可以再追了 秦宇着重说道 黑羽临头点了点头 他自然知道 秦宇是为了他好 这个时候 还不是和那茶红正面抗衡的时候 行 大哥 不管我是否追捕得到他 我事后会直接离开 等你处理好这赤血洞府的事情 你再直接通讯给我 我们兄弟在海底修妖者事件 也需要个地盘 我看赤血洞府就不错 黑羽眼中 闪烁着森寒光芒 秦宇微微一笑 地盘 如果不是 为了这赤血洞府的领地 他和那茶红须与伪仪干什么 毕竟有猴吠 以及小黑在 那茶红要对付他也难 可是如果要夺下赤血洞府 那就有点难度了 一 那五千护卫 虽然护卫实力一般 但是人多 而且秦宇怀疑 他们肯定会合击阵法 毕竟人多呀 合击起来 那可是很恐怖的 二 那些个护法 也不是容易对付的 如果正面抗衡 必然导致护法 也跟他们厮杀起来 所以还是从内部解决 比较容易 放心 杖英你速度慢 在后面吧 我和 小黑先行一步 秦宇直接说道 黑羽尖笑一声 血红色的电光 开始弥漫于他的羽翅之上 小黑羽翅一阵 化为一道红光 一下子 就远远将秦宇甩开了 秦宇也驾驭飞剑 展开人气合一 急速追了过去 桑莫急速穿梭于水流之中 实在是等不及看那流星落荒而逃 被追杀的场面了 这次他 可是绝对逃不掉了 哈哈 尖锐的邪笑声 从桑莫喉间喘出 而后 桑莫整个人一下子化为了 一只巨大的八爪章鱼 桑莫化为本体 速度 立即快上了许多 桑莫 一开始跟踪五大 护法的时候 就远远拉开了 而后得到白鹰消息 就直接开始赶路 而秦宇他们杀了白鹰等人后 又彼此谈论花费了时间 也就是说 桑莫早早就开始朝赤血洞服赶了 出来的时候 桑莫悠闲地飞行 回去的时候 却是用本体急速赶路 两个速度 根本完全不同 自然回去要花费时间 也短得多 一道红光射过 所过之处 暗流 汹涌澎湃 陡然这道红光停止了下来 竟然没有追到 黑羽那双鹰眼 朝前方看了看 随后还是决定停下 实际上 他为了不让轻雨担心 只是赶了一半路而已 若以黑羽的速度 再继续赶下去 肯定能够追到桑莫 但是黑羽现在 正被赤血洞服追捕 还是离赤血洞服远点 好 以沸沸那个家伙的实力 桑莫根本走不了 一招 我追也白追 还是让沸沸出手吧 黑羽随后 直接传讯给秦宇 自己则是朝另外一个方向飞去了 在黑羽看来 有猴沸在 桑莫肯定是个死字 只是过了一会儿 秦宇也飞到了 刚才黑羽所在的位置 不知道那桑莫 在什么位置 开始往回赶的 而且他比我提前了不少 秦宇速度不停 直接用最快速度 朝赤血洞服赶去 他只是尽量追赶而已 追赶不上也不是大事 呼 巨大的八爪章鱼 化为一团巨大的红光 穿梭于赤血岭 赤血岭中的修妖者 感受着那庞大的气息 一个个远远躲避开去 桑莫已然到了赤血岭 不久 桑莫那双血红的眼睛 已然看到远处的赤血洞服 而此刻 唯一在赤血洞服大门上的猴沸 那双闭着的火眼 猛地睁开 一道刺眼的光芒 从侯沸眼中射出 直接朝桑莫所在方向射去 同时侯沸整个人 一下子冲天而起 嘎嘎桑莫恶贼 不知道为何 侯沸眼中冒火 整个人猴毛直接竖起 仿佛怒急一般 手中的黑棒 散发着死亡的煞气 千辛万苦赶回来的桑莫 一听到侯沸的大喝 顿时吓得全身一颤 侯沸的实力 桑莫也是听说过的 白鹰 查破他们几个 连手都是刹那 就土崩瓦解啊 侯沸 你要干什么 桑莫变换成人形 遥看侯沸喝道 同时桑莫被于身后的手中 一下子出现了传讯令 紧紧刹那 传讯令再次消失 桑莫嘴角有了一丝笑意 面对侯沸可不能来硬的 只能来软的 你还问我干什么 你还有脸问我要干什么 侯沸全身气的直抖 气势暴乱 肆虐 那些赤血洞府 看到两大护法对质起来 当然不敢插手 侯沸护法 怎么如此愤怒生气 这还用说 肯定是桑莫护法得罪人了 你也知道 这桑莫护法人员差得很 十三护法中 好像都有同盟 除了桑莫护法 和藤壁护法 没有 藤壁护法 那是实力强 不信 桑莫护法 那是做人太差 说来也是 其他人涉于洞主威严 不敢将桑莫怎么样 不过侯沸护法 似乎脾气暴躁的 很 看来这次桑莫碰到铁板了 那些护卫们 也是说了起来 这些护卫对于各个护法 也是清楚得很 不过他们说的 对 十三护法 只有藤壁和桑莫 是独自一人的 藤壁实力强悍 而桑莫实在诡异 阴毒了点 人员差 桑莫被侯沸喝问的莫名其妙 我哪里得罪他了 桑莫想不通 看到侯沸气的毛发 结束模样 连桑莫自己都认为 应该是什么原因 得罪了这个侯沸 可想来想去 也想不到答案 难道是因为流星护法的原因 不对啊 大殿之上 我不就让流星护法 去杀黑鹰吗 不值得侯沸护法如此吧 桑莫想不通原因 怒急而狂的侯沸 仰天狂吼起来 喝道 桑莫你这次听着 今日起 有你没我 有我没你 看 打 侯沸一挥黑棒 整个人化为一道流光 仿佛陨石一样 朝桑莫砸去 听到看打 桑莫整个人都一阵 这时候 他才知道 侯沸要杀他 侯沸要杀他 一个 他根本无法敌对的人 要杀他 侯 面临死亡 桑莫刹那化为 巨大的红色巴掌章鱼 同时一道极度愤怒 并且有着恐惧的大吼声 响起 吼声 在方圆数百里之内都响起 吸引了大量修邀者注意力 黑棒优地变长 从一根普通的棒子 长度达到了十余米长 哼 在最紧要关头 对死亡的畏惧 让桑莫超水平发挥 桑莫八只肉柱一阵 急速逃离开来 然而 即使超水平发挥 也是远远不及达到 原因中期的神兽 哼 仿佛爆炸一样 鲜血爆炸开来 断裂的肉柱四处飞出 鲜血染红了数百米范围 侯沸心中暗自惊讶 刚才那一棒 竟然没有杀死桑莫 这桑莫面临死亡超水平发挥 速度比过去快了许多 虽然被侯沸一棒子 砸断了三根肉柱 然而却没有砸到脑袋 要知道 刚才侯沸就是要砸桑莫脑袋的 桑莫 你竟然还敢逃 你竟然还要脸 逃 看打 侯沸表面上确实欲加愤怒 狂吼一声 整个人卷着黑棒 就再次攻击过去 一道黑色的棒影 仿佛晴天巨主 急速挥出 住手 冲出洞府的扎破的大鹤声响起 听到扎破的大鹤 侯沸嘴角有了一丝残酷的冷笑 黑棒速度竟然再次低声 那速度实在太快了 海底水流竟然来不及反应 仿佛时间静止一样 海水根本不流动了 什么 看着近乎瞬移一样 出现在眼前的巨大黑棒 桑莫眼睛瞪得滚圆 哄 原本犹如时间静止一样的海水 陡然爆炸开来 同时爆炸的 还有巨大的八爪章鱼尸体 八爪章鱼的尸体 碎裂成无数份 朝四面八方炸开去 鲜血飘红周围数千里范围 侯沸身形一闪 又回到了 赤血洞府洞门之外 侯沸 你为什么不停下 扎破怒喝道 此刻他手中还拿着传讯令 传讯令中 有着刚刚桑莫 传达给他的信息 第五集 赤血洞府 第27章 查红与侯沸 PS 上一章 有些读者有些疑问 问题 一 五大护法 和黑鹰一战的过程 为何青眼鱼足不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 不是 就可以发现谁背叛 让这事情 告诉赤血洞府吗 答 要知道 数百里范围 才有一只鱼儿 监察 数百里 什么概念 从扬州到苏州一样 这么远的距离 随便选一点 刚好就有一条鱼监察 如此真的这要巧 那才怪了 秦宇等人 选定一个位置 不过就那么大而已 数百里啊 就好像你的一个朋友 在扬州到苏州路上 某个地方 你随便选 一个地方 你就能遇到他吗 估计选上百次 都不会那么准吧 问题二 桑莫为什么一开始 没有想到 侯沸是要灭口 答 易桑莫此次尾随 是私自的 他想不到 秦宇会猜到他尾随 二 他已经到了赤血洞府 赤血洞府 可是查红的大本营 他桑莫也是护法之一 须知 明文规定 自己人不得彼此杀戮 敢在赤血洞府杀 另外一个护法 桑莫 自己也没有想过侯沸如此胆大 此刻赤血洞府周围数千护卫 都未看着 九杀殿规定 凡同一势力 绝对不可彼此厮杀 这赤血洞府 可是查红的大本营 在这赤血洞府门口 一个护法 将另外一个护法杀死 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查红也是怒急 他怎么想不到 侯沸竟然真的敢杀死桑莫 说 听到 我的命令 为什么不停下 查红再次喝道 侯沸根本不看查红 而是盯着洞府之内看着 忽然侯沸摸了摸鼻子 新红的舌头 舔湿了一下嘴唇斜过头来 看向扎破 一双 火眼迸发出动精穿石的金光 你再说一遍 侯沸凝视着扎破眼睛 扎破 庞大的气势压迫 向查破 紧紧刹那 查破额头便渗出了汗珠 后背也汗湿了 此刻扎破 才惊醒过来 呀 我在和谁说话 这个猴子 当初为了午夜紫花 即使知道 我是赤血洞府的副洞主 不是还动手了吗 查破回忆起了 和侯沸结交的那一幕 扎破有点后悔起来 要对付这个猴子 也要让自己的大哥来 他查破 还真不是侯沸的对手 给本侯爷听清楚了 我不管什么规矩 但是只要有人惹我 就休怪我无情 哼 管他是护法还是什么人 我的棒子可不留情 记住了 人不惹我 我不惹人 人惹我 就准备在我棒下 变成一团碎肉 侯沸盯着查破 冷笑着说道 随后竟然就站在 赤血洞府洞门中央 听到侯沸的话 再看到在海底中 爆炸碎裂 四处漂浮的 八爪章鱼的身体 扎破 暗自抽了一口凉气 他此刻愈加清晰地认识到 侯沸这个猴子 扎破此刻声音 缓和了下来 侯沸嘎嘎怪笑了起来 一转头 一双火眼 看向查破道 你问我为什么杀他 侯爷我还懒得说了 侯沸一副 很是猖狂嚣张的模样 这让周围的护卫 一个个惊讶得很 扎破脸色难看了起来 这侯沸还一点面子 不给他了 侯沸墨地嬉笑道 扎破副洞主 实际上这个问题 你还用问吗 答案实在太简单了 他惹火我了 你明白吗 你惹我生气了 他如果不得罪我 我杀他作甚 扎破眉头一皱 这叫什么答案 这不是等于没说吗 当即扎破要张嘴 继续询问 桑莫到底怎么得罪他了 侯沸看到扎破要说 当即临时传音道 扎破小子 这里大厅广众的 我给你面子 我们和和气气的 否则惹恼了本侯爷 撕破了脸皮 那可不大好了 听到临时传音 查破将到侯间的话 又咽下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 沸沸 随着熟悉的声音 一道黑色残影 急速射来 等停止下来 众人才看清 那是秦宇脚踏黑色飞剑飞来的 可是一看此刻秦宇模样 所有人大吃一惊 秦宇 腹部有着一道可怖的伤口 伤口害人得很 秦宇脸色惨白 嘴唇发紫 大哥 你怎么了 侯沸整个人都激动了起来 全身毛发结束 扎破看到此刻秦宇的伤势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他毕竟是原因中期高手 他一眼就判定出来 秦宇的伤处 肯定是某人直接用力气刺破腹部 直接刺入腹部以内 如此伤势 秦宇还能够活着回来 还真是够运气的 大哥 谁把你弄伤呢 侯沸紧张了起来 一把直接扶住了秦宇 此刻秦宇能够遇见飞回来 还真是幸运 侯沸眼中凶光闪闪 大哥 是谁 不管是谁弄伤了大哥 我都要灭了他 侯沸整个人狂暴气势 肆虐爆发开来 废废 算了 秦宇努力挤出一丝笑容说道 刘兴护法 凶手是谁 你尽管说 凡是敢惹我赤血洞府护法的人 我赤血洞府 绝对不会放人不管的 扎破此刻也站了出来 但是他心底 却是想起桑莫的传讯 秦宇忍着疼痛道 副洞主 此次我们奉洞主之命 去截杀那黑鹰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白鹰 阮瀾护法 竟然勾结黑鹰 反过来攻击我们 当初木须护法 直接被白鹰护法偷袭 当场惨死 听到秦宇的话 扎破眉头一掀 你说 流星护法你一人 加上丈勇就击败了 白鹰 染蓝 以及黑鹰 扎破反问道 秦宇摇头道 幸亏丈勇激紧 在木须护法被杀死的时候 丈勇本雍临脚丁 而我则是杀向了白鹰 幸亏当初离开 师尊的时候 师尊留给我一块宝贝天雷符 当有生命危机的时候 使用 我直接使用那天雷符 杀死了白鹰护法 我这伤势是被那黑鹰伤的 不过 我也有绝招 那黑鹰也受了伤 估计是不想和我拼命 白鹰护法 以及木须护法的原因 都被那黑鹰掠走 丈勇甲妹四 搅动脑鹰 属下速度快 先回来告诉洞主 说着 一晶莹的紫色 原因出现在秦宇手心 此原因请副洞主 带洞主手下 属下 现在急需去疗伤 秦宇脸色又苍白了几分 查破听了秦宇所说 又看到眼前的原因 心中想起桑莫的传讯 再看秦宇的可不伤口 一时间心中有点乱 大哥 别说话了 快回去疗伤 猴吠却是不容秦宇多说 直接带着秦宇冲向住处 不过查破 却没有将那木须 原因带走 而是将那原因放在查破面前 查破一咬牙 直接收了这原因 也是直接进入了洞府之中 过了一会儿 那丈勇博着一些轻伤赶回来了 直接进入了赤血洞府自己的住处 查红闭关密室之外 查破满脸焦急 站在密室之外 大喊道 大哥 快出来吧 出大事了 你就别闭关了 快点出来 这查破可是急不可耐 一想到所发生的一切 便心中烦躁 只是过了一会儿 密室大门打开了 急什么急 这几日连闭关都无法安静闭关 快说 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现在没时间和你浪费 查红冷然喝道 查红此刻 到了解除那封印禁止的最后时刻 查破怒道 没时间浪费 大哥 你知道发生了多大的事情吗 白鹰护法死了 木戌死了 冉兰死了 除了这三大护法 连桑默护法都被杀死了 扎红脸色一僵 查红脸色表情变换数次 随后平静了下来 淡淡道 将事情过程跟我说一下 扎破看到自己大哥 如此冷静 他也受到影响心略微静下来 当即道 这事情有点乱 我还是简略说了 白鹰等三大护法的死 根据流星护法所说 白鹰 冉兰护法勾结那黑鹰 要 流星 仗印二十列判大护法 流星护法 靠他师尊留下的天雷符 杀死了白鹰 并且力拼黑鹰 经走黑鹰 流星的师尊 天雷符 扎红眉头紧锁 当初看到秦宇那奇特的修炼之法 他便询问过秦宇师们 但是秦宇没说 然而桑默护法传讯给我 说 那流星护法 就是 那个修仙者 扎破略微停顿了一下 又接连道 紧接着 侯废 护法不知道发生风 就杀死了桑默护法 扎破看向自己的大哥 看自己大哥有什么反应 扎红眼睛略微眯了起来 寒光从其中泄露了出来 你继续说 扎红又 恢复了平静 扎破又到 但是刚才 流星护法回来的时候 身上腹有重伤 而且非常重 直接撕裂腹部刺穿到内部 如果那攻击稍微再重一点 估计流星护法 就要当场生死 即使如此 流星护法 没有一年半载 休想恢复 大哥 我原本怀疑 那流星护法是自残 可是那伤势太害人了 如果一不小心 可就是自杀了呀 我想 没有几个人敢如此自残的 而且他还陷上了 沐序的原因 不过桑默护法死前的传讯 查破皱眉道 扎红盯着扎破喝道 老二 你给我听着 这事情不要传出去 你要守口如瓶 同时 你也不要管这事情了 这事情全权交给我处理 你马上召集各大护法 到大殿 是 扎破点头 当即转身离开 查红却是喃喃自语 世尊 天雷福 不知道真假 那流星护法九成 就是修仙者 修仙者 当然不需要原因了 唉 时间 我现在最需要时间 如果这事情一年之后发生 那我便可以大刀阔斧了 大殿之上 剩余的十一护法 都聚集在大殿 此次事情 可大了 竟然一下子死去了 白鹰 阮蓝 木絮 桑默四大护法 而且桑默护法 还是侯妃在赤血洞府 堂而皇之杀死的 玄规三兄殿 虎杀兄殿 两蛇女 囚龙藤壁 杖英秦宇 侯妃十一人 站在大殿之下 查破也来到了 众人都在等待赤血洞府的 洞主查红 片刻 查红便走上了宝座 长袍一挥 直接坐下 查红扫视了下方众围护法一眼 而后沉重道 各位 此次我赤血洞府 遭受了百年来前所未有的灾难 白鹰等四大护法竟然都死了 而桑默护法 更是被侯妃护法 杀死在我赤血洞府门口 侯妃 扎红猛然喝倒 侯妃上前一步 昂首看着查红 嘴角有着一丝邪笑 九杀殿定下了规矩 赤血洞府等八大洞府 也都坚持遵循这个规矩 同一个势力的人 绝对不可以彼此厮杀 而你 身为我赤血洞府护法 竟然堂而皇之 在大量修妖者围观之下 便直接杀死了桑默 你将赤血洞府置于何处 你将九杀殿置于何处 你又将我查红置于何处 查红怒喝倒 暴怒的查红 爆发出恐怖的气息 犹如末日到来一样 一股强大的骇人气息 一瞬间覆盖了整个大殿 完全压向侯妃 将侯妃整个压制住 多年未出手的扎红 许多人都怀疑查红的实力 然而紧紧气势爆发 开来 下面的护法 便没有丝毫怀疑了 侯妃心红的舌头 舔尸了一下嘴唇 头竟然昂得更高 怒视着扎红 眼中却是爆发出惊人的战役 他从来没有如此的 期待一场战斗 侯妃心中信心十足 洞主 本侯爷是来当护法的 不是来受气的 那桑莫惹我 那是找死 他如果不惹我 我又气会杀他 侯妃的声音响彻大殿 嗯 他惹你 查红沉思了片刻 侯妃护法 嗯 这条规矩的确是有些问题 如果他欺你 惹你 你设于这条规矩不对付 他的确是受了窝囊气 此话一出 顿时大殿之上 气氛不再如同刚才那么激化了 秦宇听到查红如此说 心中略微一松 好 此事暂时割下 事后 我会仔细调查一番 查红说完 又看向秦宇说道 流星护法 白鹰 软蓝 木旭三大护法的死 你竟然说是白鹰他们勾结黑鹰 可 的确如此 洞主 秦宇脸色苍白 但还是说道 查红林十一扫秦宇的伤势 也暗自震惊 听那扎破说 扎红已经想秦宇的伤势很严重了 谁想今日一看 秦宇的伤势更加重 扎红甚至于都怀疑这么重的伤势 秦宇竟然还能站着 秦宇心中 确实无奈 流星泪啊 流星泪 你的恢复能力也太强了吧 只是进入独院中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 一大部分 逼得我不得不再次自残 秦宇的伤势 当然是自残 弄的 有流星泪 秦宇的伤势 的确重的害人 然而流星泪 恢复能力太强 回来在独院中休息那段时间 竟然恢复大半 秦宇又再次撕裂伤口 流星护法的确伤重 不是我不相信流星护法 只是白鹰护法 他们在赤血洞府多年 可从来没有背叛过 此次 我实在难以相信啊 扎红语重心长道 这样 流星护法 你再次将战斗过程说来 秦宇微微喘息一下道 洞主 当初属下和白鹰护法四人 一同追杀那黑鹰 到遇到黑鹰的时候 我们便按照计划 开始追杀黑鹰 然而白鹰没有任何 预兆的偷袭 目须护法 在场的人 听到这 不自禁的心中一突 原因中期的白鹰 偷袭 没有丝毫防御的木须 那是什么结果 可想而知 木须护法 当即被杀死 杖勇警惕的 狠 看到这一幕 发现阮蓝护法 也杀向他 杖勇奔春腿 搅斗加剑 最后反而杀死了阮蓝护法 而属下直接攻向白鹰护法 使用了师尊 赐语的天雷符 直接杀死白鹰 秦宇 吹起牛来 是不眨眼 这天雷符 可不是一般的符 符印 也分等次的 这天雷符 一般只有符印高手 本身功力 也需要极高方能制造出来 天雷符 一直在一旁闭眼的藤壁 眼睛猛地睁开 眼中净是震惊 秦宇心中却是暗笑 这天雷符 他可没有 他 也是从那些修真书籍之中 看到天雷符的制作 以及威力讲述 然而 这等厉害的符印制造极难 材料 也极为难得 流星护法的师尊 果然实力高强 查红赞叹一番 又道 想必下面秦宇护法 和那黑鹰大战 身受重伤 也击退了那黑鹰 秦宇点头 而从头到尾 杖勇词且晃圆环 只是脸色有些难看 杖勇孙符虾 蒙耍其他护法都清楚得很 杖勇员每一个护法都很好 人缘极好 杖勇啊过程 是否如同流星护法所说 查红看向杖勇问道 秦宇以及其他人 也都看向杖英 单凭秦宇一面之词 可还无法确定 杖勇目爬不撇扁 杖勇九搜换产 唉 洞主 属下心里很难受 在场的人都心中猜想 如果杖勇床灯 则卢目哀 那又是什么场面 大家都知道 白鹰 阮兰 木旭 以及属下四人感情都很好 杖勇吃翘吻 其他护法也都点头 白鹰四人这一团体 大家也都知道 杖勇涛道 白鹰虽然虚伪了点 但是对我们都还算不错 阮兰做人 虽然怨毒 但是还算有点义气 其他护法 却是心中暗骂 义气 阮兰的阴毒狡诈 谁不知道 那白鹰更是善于拍马屁 虚伪的要命 秦宇说 这白鹰和阮兰勾结 黑鹰 大殿之上 当即便有护法相信 可是 我怎么都没有想到 他们二人竟然会勾结黑鹰 欲杀了我 木旭 以及刘兴护法 属下想 他们不是为了我们的金丹 原因 就是为了刘兴护法的上品灵器 杖油居十四皇 没想到 他们贪婪到这个地步 甚至于从头到尾 都没有和我说过 玄规三兄弟 蛇女二人等人一个个 暗自嘲笑 和你这个老实人说 同时这些护法 一个个惊讶 看向秦宇 他们没有想到 秦宇竟然有上品灵器 虽然秦宇曾经使用黑色飞剑 和桑莫动过手 但是飞剑单看外表 还是很难判定的 扎红也叹息道 杖油就别伤心了 和他们伤心不值得 好了 到了这个地步 事情大概清楚了 那白鹰 染蓝二人 贪图其他护法的原因 精丹以及灵器 勾结黑鹰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 死有余辜 查破 将木序的原因 送予流星护法 流星护法受了重伤 炼化了这原因 想必也会功力提高一些座椅 补偿吧 听到扎红的话 查破单手一伸 木序的原因 出现在他手上 其他护法却是不在乎 吞噬原因 干这样事情的修妖者 并不算多 一来 别人原因能量和 自己能量不一 吸收了别人能量 自己体内能量 将会很博杂 反而对自己将来有害 而真正炼化吸收 不过只能吸收十分之一而已 其他护法一般都原因 前期 吸收同等级的原因 即使只吸收精华 也不过增加十分之一 对他们而言 并不是太在乎 流星护法 收了吧 这可是我大哥的地方好业 查破将原因递过去 心中却是怀疑 哼 吞噬原因 我倒要看看 你敢不敢炼化 据说修仙者是不能炼化原因的 等过段时间 看你是否炼化原因 一切自有揭晓 谢洞主 秦宇直接接过了墓序原因 赤血洞府密室之内 密室之中 有查红查破二人 大哥 你怎么不让那流星护法 在大殿之上炼化原因 让我们亲自看看 哼 如果他不敢炼化原因 或者炼化了后 走火入魔 就说明 他是那个修仙者 扎破 一直在怀疑秦宇身份 查红淡然一笑 他此刻还不想和秦宇翻脸 因为黑色玉盒这数月之内 都有可能被破开 不管什么事情 和黑色玉盒一比 都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老二 你给我听着 这半年内 你不得去惹猴吠 他们 要装作对他们信任 对 他们友好 不管什么事情 待到半年之后再说 这半年 我需要的是赤血洞府的稳定 查红严肃道 扎破听到自己大哥说的如此严肃 当即点头 好了 老二 你出去吧 这段时间 你可别再打搅我了 我要一鼓作气修炼下去 扎红笑着说道 扎破眼睛一亮道 大哥 难道这半年之内 你要突破了 扎破根本不知道黑色玉盒的事情 听到扎红说什么 半年之内不得出任何意外 还以为自己大哥半年之内就要突破呢 查红一笑 点了点头 他本身功力的确即将突破 然而不是半年 而是两三年之内 别看他不断消耗功力损耗黑色玉盒去沉静置的能量 在损耗的同时 他也不断地吸收天地灵气 修炼 自身原因也是缓缓增长 百年来 扎红已然到了洞虚前期的顶峰 半日不到 秦宇伤势便完全修复了 废废 这段时间 我要闭关修炼 你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搅我 除非发生什么大事 秦宇对一旁的侯肺嘱托道 侯肺一笑道 放心 大哥 此次我们有白鹰 软蓝 木絮 桑莫四人的原因 不过 我达到了原因中气 炼化吸收根本无用 至于小黑 作用也不大 只有给大哥你了 秦宇脸上有了一丝笑容 着急炼化干什么 四大原因 我只需要白鹰的原因 对我来说便完全足够了 其他原因暂时留着 炼化原因并不是越多越好 功力达到一个层次便足够了 想要达到星辰变 六大境界中的第二境界流星期 好 大哥 我在外帮你护法 绝对不让一人来打搅你 侯肺笑嘻嘻地走了出去 秦宇直接走入自己的卧室 而后盘膝坐于床上 脑海之中 回忆起星辰变的内容 星辰变 分星云 流星 星河 星星 杜结 恒星六大境界 其中 星云境界属于巩固基础 在攻击方面并不强 然而达到流星境界攻击力 便开始飞跃提升 当初渡劫中期的雷卫 一人独自杀了大成期修炼者 数位散仙 数十位渡劫期 空明期修真者 随后雷卫又渡九九中间 一直渡过了八大天间 最后一劫 方才不甘失败 实力之强达到骇人地步 绝对是人形的神兽 甚至于更强 然而此刻的秦宇并不是太厉害 就是因为 它只是达到巩固基础的星云境界而已 流星境界 融合万千银色星辰 淬炼一点 金色精华 变为体内核心 流星 秦宇脸上有了一丝笑容 流星前期和星云后期 相差实在太大了 流星 重在速度 重在凝聚 以及瞬间爆发 如今的星辰之力 只是最普通的星辰之力 然而达到流星境界 万千银色星辰 淬炼一点金色精华 流星 从流星中迸发出的金色能量 犹如光线一样细 细 同时也代表能量的凝聚 攻击力 完全具于一点 威力大的离谱 同时那金色的星辰之力 融入身体 秦宇的速度 至少比现在快上十倍 甚至于还不止 星云期的星辰变 修炼者 暗里应该躲在一处缓缓修炼 流星期才足以闯荡各地 和其他修真者厮杀 秦宇一想到 星辰变 终有关于流星期 以及以后各大境界的描述 便感到自己热血沸腾 如今他实力比小黑弱 比猴沸弱 可如果达到流星前期 那便不同了 好 开始修炼 秦宇盘息闭眼坐了下来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爆炸声 从赤血洞府之中传来 随后便是一阵慌乱 各个护卫修邀者 都在四处奔跑 侯沸护法 副洞主被一个神秘人杀了 那神秘人消失了 你快去追拿凶手吧 一护卫跑到侯沸旁攻进道 侯沸脸色一变喝道 你先出去 侯沸当即跑入秦宇的房间 而此刻秦宇也走出了房间 刚出现那护卫的话 秦宇也听得一清二楚 大哥 侯沸看向秦宇 秦宇感到事情有点不妙 查破可是副洞主 竟然这个时候被杀了 不过此刻秦宇腹部伤势完全好了 他可不能让别人发现 废废 不要管 此事 如果有人来 就说我正在闭关 不得被打搅 我感觉现在局面已经有点乱了 我必须尽快将实力提上去 秦宇当即对侯沸说道 侯沸点了点头 当即直接坐于秦宇独院庭院中 不让任何人打搅秦宇 秦宇不管其他 直接进入房间 此刻紧要关头 提升自己实力 最事要紧 达到流星境界 秦宇便不需要那么 束手束脚了 同时一道低沉怒急的声音 响彻赤血洞府 五千护卫 十一护法听令 从今天起 严密监视各处 不管是谁 都不得进出赤血洞府 为者杀无赦 所有的护法 以及护卫心中顿时谨慎了许多 甚至于眼神也愈加伶俐 第五集 赤血洞府 第29章 流星境界 赤血洞府 一支支护卫队伍 不断在各处巡逻 不敢和过去一样 和护卫们打情骂靠 整个赤血洞府气氛 都很是压抑 燕青二姐妹 玄规三兄弟 虎杀二兄弟 藤壁 秦宇 侯废 仗佑满理彩 切密约赫 该卖无一人在外闲逛 时间 就在如此高度警惕 高度压抑之下 一天天过去 九沙殿大殿之内 大殿上方 有着一尊宝座 在下方左右两方 各有四尊宝座 此刻 正有八位批 有紫色警袍的男子 坐在各个座位上 唯有大殿之下 左方第二个座位是空的 正最上面那大汉浓眉大眼 身上 自然散发着霸道的 气势 此刻 这紫袍大汉 正仔细看着手中 一把三寸长的玉剑 上下仔细看了鼠遍 传说中的九剑 这便是第六把了 果然好剑 好剑啊 紫袍大汉嘴里不断惊叹着 眼中 更是神光暴闪 大殿之下 右方第一个紫袍大汉 则是不满道 大哥 有什么好看的 不就是一把极品灵器 虽然说极品灵器是珍贵了些 可是也不值得 如此吧 除了那特殊功用 这玉剑本身有什么好 你懂什么 上方紫袍大汉笑道 九煞殿九兄弟 本体为紫煞蛟龙 虽然不是神兽 可是也算是接近 一条紫煞蛟龙 也能够击败 同等级修仙者五六个 这九条紫煞蛟龙联手 也成为海底三大势力之一 上方紫袍大汉 变为九兄弟之手 狄龙 狄龙眼睛发亮 看着这玉剑 那特殊功用 各位兄弟都是知晓 然而这玉剑本身也是了不得的 我告诉你们 炼制这玉剑的材料 不过是一块寒冰碧玉 怎么可能 下方的七位兄弟 都震惊了起来 寒冰碧玉 不过是炼制中品灵器的材料 再炼制 也不可能炼制出上品灵器 更别说炼制成极品灵器了 狄龙嘴角有了一丝笑意 别不相信 这玉剑 不过是开启仙斧的钥匙而已 那炼制这玉剑的仙人实力 到底强到什么地步 根本不是你们所能想象的 它已然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用中品灵器材料 炼制出极品灵器 也反映了仙人的实力 这等仙人仙斧中 到底有什么 钥匙 就是九把极品灵器了 里面藏有什么呢 狄龙眼中放光 其他七位兄弟 似乎也想起仙斧中宝贝 一个个眼睛放光 老三嫡婿说道 大哥 根据我们的情报 如今九把玉剑 已经出来了七把 蓬莱仙玉的修仙者们 得到了一把 紫燕魔玉那群修魔者 运气好 竟然得到了两把 青龙宫 那头青龙得到了一把 我们一把 碧水斧 那三眼老怪 也得到了一把 好像那头青龙 正和三眼老怪 在争夺第七把玉剑吧 海底修妖者实力庞大 得到玉剑数目 也从侧面 反映了各自实力 老大狄龙微微点头一笑道 蓬莱仙玉 可是有不少修仙者门派 他们只有一把玉剑 估计内部 也要乱上一会儿 至于现在刚刚出现的 第七把玉剑 我们就不参与了 还是让青龙和三眼老怪 两个家伙 慢慢斗吧 青龙宫青龙 碧水斧 三眼碧金蝉 这两大神兽实力强悍 九煞殿 需要清朝而出 才能一斗 大哥 如今才出七把玉剑 剩余的两把玉剑在哪里呢 老九狄问道 狄龙兄有成竹道 这第九把暂时无人清楚 不过 第八把我倒是知道 此次老八亲自出马 就是为了这第八把玉剑 如果我预料的不错 老八定可以守到秦来 老三敌须笑道 老九 这事情我也知道 大哥让我派人收集各方消息 同时搜索玉剑的存在 这第八把玉剑的消息 我也是偶然得知的 搜索玉剑 并不是单单九煞殿搜索 蓬莱仙玉 紫燕摩玉 青龙宫 九煞殿 碧水斧五大势力 都是派出各个好手在各处搜索 不但在海岛 海底搜索 同时还到乾隆大陆搜索 只是那些修妖者 修仙者 修魔者们 进入乾隆大陆 只是为了找寻玉剑 也没有参与到乾隆大陆内部 否则 乾隆大陆三大王朝 也不可能那么稳定 玉剑是越多越好 得到玉剑越多 以后 五方势力开启仙府的时候 话语权也就越大 得到的宝贝也就越多 这第八把玉剑 我们是势在必得 如今 我们需要全力侦查 第九把玉剑 到底在哪 狄龙站了起来 扫尸下方各位兄弟道 各位兄弟 现在大家全力寻找 第九把玉剑的信息 是 大哥 七位紫袍 大汉也同时站起硬道 时间一过 已然三月之久 赤血洞府 依旧处于平静之中 此刻密室之中 茶红盘膝坐着 身前那黑色玉盒 正悬浮着 黑色玉盒 不断散发着道道光芒 庞大的妖元力 不断消耗着 黑色玉盒的 去尘静止的能量 到了如今 茶红也心情澎湃起来 收回双手 停止输入腰元力 茶红额头 都有着磕磕 汗珠 呼 茶红睫毛上都是汗水 达到黑色玉盒 已然百年 到如今 茶红已然确定 这黑色玉盒 很快便要被破开了 到时候 他便得到了其中的宝贝 他的野心 也有了一点基础 修仙者的蓬莱仙玉 修魔者的紫燕魔玉 海底青蒙宫 九煞殿 避水浮 这五大势力 绝对是海外修真者 最强大的五大势力 赤血洞府 不过是 九煞殿麾下 八大洞府之一而已 与那五个巨无霸相比 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这才使得茶红 一直很低调 一直很谨慎 得到黑色玉盒后 他更加低调 我茶红等了百年 这鬼静止 终于要破了 唉 这布置静止的仙人 也是 不就是去尘静止吗 随便用点力量 就是 竟然用这么大的能量 茶红笑着叹息道 此刻茶红心情不错 然而一想到 自己二弟扎破的突然死亡 茶红便有了一丝不好的感觉 希望在这最后关头 不要出什么意外 不过 不管是谁 我绝对不容别人夺我宝贝 茶红 眼中 寒光闪闪 随后便休息了一会儿 恢复了妖元力 再次开始消耗去 沉静之中的能量 赤血洞府 东区晴雨所在的独院之中 侯沸盘膝闭眼 坐于独院之中 在他身旁插着一根黑棒 就这么的侯沸 修炼了整整三个月 不过侯沸并没有全身心修炼 他已然留有临时茶探外围 不管是谁 绝对不允许去打搅晴雨 修炼 在侯沸所保护的晴雨修炼 所在的屋子中 此刻晴雨全身 正散发着迷蒙的星光 星辰之力 形成巨大的星云 包裹了晴雨 晴雨正盘膝 坐于床的上方 此刻 晴雨是虚空而坐 陡然 星云流转加速 同时 海洋上空的太阳 竟然射出一道炽热的能量 直接穿过海水 射入了海底深处 直接朝赤血洞府 晴雨所在的屋子中射去 那炽热的能量 直接融入星云之中 顿时 星云颜色瞬间变成了金色光芒 晴雨完全被金光笼罩 一阵阵细微的响声 从晴雨全身传来 晴雨额头 完全是一颗磕大的汗珠 剧烈的疼痛 让晴雨甚至于都静完了起来 但是她依旧忍着 因为此刻已经到了最关键时刻 晴雨体内 丹田中 银色星辰密度 竟然比过去又高上一倍 无数的星辰急促地旋转着 同时倒到炽热能量 从体外进入体内 晴雨全身筋骨肌肉 急剧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筋骨 肌肉 甚至于晴雨每一个细胞 都发生着急剧的变化 身体的坚韧程度 一次次提升 热 犹如火烤 晴雨体内的星辰真火 也不断燃烧了起来 丹田宇宙无数的银色星辰 开始急剧旋转了起来 和过去不同 此刻 无数星辰一圈圈 不断朝中央汇集 吃吃 星辰真火 在最原始的太阳真火的火力 辅助下 威力大胜 那些银色星辰 不断被淬烈被炼化 旋转起来 速度愈加地快 随着时间推移 银色星辰旋转速度 越来越快 而且 银色星辰是由那外一圈圈地 朝中央汇集 自然外圈的银色星辰 数量更加多 越是到后面 朝中央汇集的银色星辰 数量就越多 整个丹田庞大的空间中 所有的银色星辰 仿佛封了一样 朝中央汇集 庞大的最纯粹的太阳真火火力 在辅助星辰真火过程中 也不断淬烈身体 同时 一道道清流 从流星类中流出 流遍了晴雨全身各处 这也使得晴雨身体恢复速度很快 但是同样的刚刚恢复 就要被那些火力再次淬烈 那雷味创出 借助原始太阳真火之力修炼 但是他只能靠身体的自然恢复 怎么也赶不上流星类恢复速度 恢复越快 也代表了淬烈次数越多 屋外的侯吠 眼睛墨地睁开 迅速站了起来 盯着晴雨锁在屋子 此刻那强大的能量波动 侯吠也是震惊得很 侯吠护法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丈勇祭司焕聪问道 他也感受到 此处能量波动 同时两名蛇女也跑了过来 也对此处庞大的能量感到震惊 即使是修炼 能量也不会如此庞大吧 滚出去 侯吠猛地瞪眼大吼道 神态狂暴地吓人 那眼中的凶光 让丈勇约半堂都铁 咪闹心怀 当即不敢说什么 他们可是知道 侯吠直接在赤血洞府门口 杀死了桑墨 侯吠又转身看向屋内 刚才那道纯粹的火力 怎么会从天而降 侯吠心底也有点疑惑 实际上在 秦雨屋子周围是有禁止的 即使能量散发 也不应该惊动其他护法 然而 刚才那道火力 竟然轻而易举破了禁止 这才使得秦雨在最重要关头 澎湃的能量 引起了其他护法注意 一个个护法开始聚集过来 嘿 燕大美女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虎杀两兄弟中的巫童护法 对着燕青问道 那巫童看到守卫在屋外的 侯吠 她也不敢擅自闯进去 侯吠的桀骜蛮横 谁都是知道的 燕青摇头道 不知道 应该是流星护法在修炼吧 修炼 她怎么不布置静置 能量波动 我们都感应 到了 难道她不知道 此刻赤血洞斧 正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吗 玄规三兄弟中的八名皱眉疑获道 正当这几大护法 彼此谈论的时候 屋内能量竟然猛地收敛了 屋内 盘膝悬浮于空的秦雨脸上 有了一丝微笑 只见秦雨睁开眼睛 嘴微微一张 就这么一吸 原本还有三分之一 没有恋化的原因 就这么直接被秦雨吞入口中 那星云也是瞬间消失 秦雨丹田中 丹田正中央 是一团青色的星辰真火 在星辰真火之内 正是一次眼的金色光滑 仔细看才会发现 那是一颗十分的小的金色颗粒 这便是所谓的流星 这流星光点 时刻处于星辰真火灼烧之中 在这金色光点周围 则是稀疏的银色星辰 虽然比过去稀疏的多 但是占据丹田无限空间面积 却大了许多 那原因 被秦雨一口吞入 只听了一阵霹雳啪啦灼烧响动 在星辰真火灼烧之下 那三分之一原因 就被完全炼化的干净 那些银色星辰急促旋转 银色星辰也大上了些许 万千星辰 借助原始太阳真火 总算是淬炼出一丝金色星辰 这原始太阳真火 威力果然大的离谱 那剩余的三分之一原因 竟然一个呼吸 就被完全炼化的干净 秦雨心中感叹到 忽然秦雨嘴角有了一丝笑意 秦雨整个人 犹如一道金色细线 一闪就消失在屋中 速度之快 超过去十倍有余 简直达到了骇人听闻地步 屋外的侯吞那双火金 难以置信眨了眨 他突然感到 秦雨气息在屋中刹那消失 吠吠 秦雨忽然出现在侯吞面前 微笑看着大吃一惊的侯吞 第五集赤血洞斧 第三十章 螳螂捕馋 看到秦雨出现在他面前 侯吞那双火眼光芒陡然大盛 竟然发出两道可见的光芒 覆盖了秦雨 紧紧刹那 侯吞脸上便更加的惊异 吃惊得很 大哥 你是不是吃了什么仙丹 侯吞看着 此刻的秦雨问道 此刻侯吞心中可实在好奇地问 一个人再突破 也不可能一下子进步如此大吧 甚至于侯吞感觉到 此刻的秦雨 甚至于可以和他比上一比 至少对他侯吞也有威胁了 你们看什么看 滚 侯吞回头对着那些护法喝道 其中的仗勇慈欠 再拍则因败 溃还昂喜流星护法 看来流星护法得洞主所赐的 墓序护法原因 吸收了 那源英功力大增啊 难道达到源英中期 燕青一昼 那柳叶没到 不会吧 那墓序本身也就源英前期 吸收了 能够增加多少功力呢 难道流星护法过去 就达到源英前期顶峰 我怎么感觉 流星护法本身能量不算强 秦雨一笑 达到流星境界 秦雨本身能量 反而比过去更加收敛 刚刚秦雨 才达到流星境界 所以能量爆发 此刻秦雨本体大部分能量 都是聚集在丹田核心 那流星光点之中 而且使用魔道密集北冥 那是一点气息都不散发 别人更是难以检测秦雨功力 诸位护法功力 和我相比也差多少 我兄弟沸沸功力早超过 我这个做大哥的 自然要努力 诸位护法 我和沸沸 还有事情要谈 诸位护法 暂且请回去吧 秦雨也不说 自己到底达到什么境界 神秘 这就是秦雨需要的 燕青和西燕 对着秦雨略为失礼 我们姐妹就先告辞了 流星护法以后 可要到我们姐妹那玩玩 这妖妹的两姐妹 给了秦雨一昧眼 就直接离开了 恭喜流星护法功力大尽 我们三兄弟也告辞了 玄归三兄弟 也笑容满面 离开了 一个个护法 接连离开 对秦雨态度 都好得不得了 过去 虽然因为侯废的关系 那些护法 对于秦雨还算不错 但是一个人本身实力 才是最重要的 实力强 自然赢得别人 尊敬 上次按照秦雨的说辞 他拼重伤伤了黑鹰 也反映了他的攻击力 接近于原鹰中期 如今修炼再次提升 秦雨的实力 那些护法心中 也是明白得很 实际上 此刻秦雨的实力 比他们想得还要强 囚龙腾壁眼中放光 看着秦雨 惊叹道 原本我以为除了洞主 也只有侯废护法 可以与我一战 如今看来 功力大尽的流星护法的实力 已然可以和我一战了 腾壁说话直接的很 秦雨微笑已对 流星护法 我也告辞了 等以后铁定要与你一战 腾壁当即告辞离开 此刻院落之中 也只有秦雨和侯废二人 侯废随意布置了禁止 然而看着秦雨道 大哥 老实交代 你到底怎么修炼的 我火精水源一族 本来就是水火焦香淬炼 对肉体极为重视 所以我身体极为强悍 但是我刚才用火精一看 你身体的强悍程度 竟然和我相近 原因中期的神兽侯废 秦雨流星前期 然而肉体强悍程度 却是相近 这是我修炼心法的原因 我这功法名为 星辰变 淬炼身体 本来就是修炼的基础 身体遇是强 修炼便遇是快 此次突破达到流星期 因为特殊原因 我身体坚韧程度 才突飞猛进 超过了 星辰变中所记载的 秦雨对于侯废 并没有隐瞒 星辰变 功法 实际上 星辰变 这个名字在修真界 根本不出名 过去从来没有 也就雷魏创出来 雷魏他当初 来到这修真界 也没有如何宣传 自己的功法 星辰变 没听说过 我的传承记忆中 似乎没有 应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 修炼方法吧 侯废眨巴两下眼睛说道 秦雨一正 传承记忆 又见传承记忆 黑雨有传承记忆 这侯废也有传承记忆 难道神兽 都有传承记忆 然而秦雨见过的神兽 实在太少了 他自然无法判断 如果不是和神兽交流 他怎么可能知道 传承记忆 身体强 对于近身攻击 可有很大好处 大哥 我感觉你刚才的速度 也快得很 如果单单使用肉体的力量 你就可以战胜 一般的元英七高手了 侯废十分肯定地说道 秦雨心中当然清楚 按照星辰变 讲述 此刻他 即使对上洞虚前期 也应该能够斗上一斗 而且因为流星类的原因 让修炼过程中 借助原始太阳真火 淬炼身体 秦雨身体比 星辰变中判定的 要强上许多 流星期 能量比之星云期 能量不知道凝聚了多少倍 发出的星辰之力 也变成了金色光线 能量极为的精粹凝聚 破坏力极强 废废 最近几天 我需要巩固一下 如今修为 这几日 就不需要 你帮忙护法了 对了 上次扎破的死 到底有没有查出什么结果出来 秦雨总感觉那扎破死的太诡异了 当时 秦雨忙于修炼 也没有太在意 侯废摇了摇头道 也没有查出什么 根据其他护法序说 有个神秘人攻击查破 似乎一招就直接杀死了查破 而查破 根本没有丝毫防御之力 等到其他人发现 爆炸声去看的时候 根本连神秘人影子 都没有看到 废废 是不是说 从头到尾 实际上没有人看到那神秘人 对 根据其他护法序说 应该是这样的 侯废点头道 扎破是在何处死的 秦雨眼睛一亮问道 扎红经常闭关的密室之外 侯废说道 这也疑惑了起来 说起来 当时查红 就是密室之中 查破在密室之外被杀 扎红竟然没有抓到凶手 那凶手未免太强了 密室之外 秦雨略微思考了刹那 眼睛陡然一亮 而后便点头笑着道 好了 废废 你先回去休息吧 这段日子 让你帮我护法 你也累了吧 侯废伸了个懒腰道 嗯 实际上还真是有点累了 嘎嘎 我回去休息了 侯废又神灵活现起来 随后一段时间 秦雨便巩固了修为 熟悉了一下 在流星期的攻击方法 许多攻击方式在 星辰变中都有描述 简单来说 流星期属于那种 靠速度发现敌人弱点 然而给予致命一击 打不过就逃的类型 当然也可以 来个硬碰硬 可是硬碰硬就浪费了自己 速度优势 数日之后 我要修炼 你们几个 听着别人人进来 沸沸你在外帮忙护法 所有人都不允许 来打搅我 此次闭关很重要 烦来者全部轰出去 秦雨对着侯吠说道 同时秦雨毒院所配有的侍女 也在一旁听命 是 侍女们听秦雨说的 如此眼中 当即应命 侯吠确实对秦雨眨巴两下眼睛 而后朗声道 大哥 你放心 谁敢来打搅你 我直接一帮子 砸烂他 秦雨也对侯吠一笑 随即转身进入了屋中 刚刚进入房中 秦雨便按照修仙者秘籍之中 记载的最基本的土盾 直接盾入地面 随后悄悄地 神不知鬼不觉地 离开了自己的毒院 刚刚出毒院 秦雨就浮出地面 我倒要看看那密室之中 到底有什么秘密 秦雨嘴角有着一丝笑意 随即控制脑海中 那北冥浮印运转速度 稍微调整一下 秦雨不再吞噬周围气息 只是不散发气息而已 这绝对是收敛气息的好方法 为了保险 秦雨甚至于不动用体内能量 而是使用肉体肌肉力量 身体移动 变化作一道黑光 悄然朝赤血洞府北区赶去 没有任何气息 那些在毒院中的护法 也没有发现 出了东区 其他地方的护卫实力最强 也就荆丹后期 秦雨轻而易举 躲避开去 进入北区 秦雨却绕着路线 朝甲山靠近 那甲山 正是密室的入口 查珀在密室之外被杀 肯定有人靠近过密室 为何靠近密室 总不是专程到密室门口 杀查珀吧 秦雨脸上有着一丝笑容 她还记得当初 张庸运说的话 这查红最近百年 在密室之中经常闭关 肯定有秘密 结合到查珀 在密室被神秘人杀死 秦雨决定到这里 暗中一探 秦雨不敢直接靠近密室的入口 那甲山 所以绕了一大圈 从另外一个方向 划为一道风急速靠近 从头到尾 秦雨没有动用丝毫星辰之力 然而就在靠近甲山的时候 秦雨有了一股危险的感觉 那种心里发毛的 感觉很不妙 秦雨当即不再行动 直接在甲山一角 穿入地面之下 不再行动 秦雨有感觉 周围肯定有人潜伏 而且这个人实力还很强 秦雨不敢使用灵石 北明完全收敛 任何气息 她完全用耳朵 感受着任何声音 时间就如此流逝 秦雨心灵总有着那股危险感觉 她竟然就这么 在甲山之下一动不动 这时候就需要耐心 赤血洞府密室内 茶红盘膝 坐在判断上 一道道腰圆里 不断损耗着 去沉静置 黑色玉盒表面的光芒 越来越淡 扎红眼中光芒炽热 引线丝丝 血红色 显然 此刻的扎红 处于极度激动之中 不 一声很轻的声音响起 但是对于扎红来说 却无异于天雷哄响 茶红整个人都是一阵 瞬间完全收拢了妖元力 茶红眼中 光芒犹如实质 完全投入到这黑色玉盒之中 终于成功了 扎红颤抖着手 打开了黑色玉盒 这黑色玉盒打开 并没有什么技巧 只剑翻开后 便发现内部躺有 一三寸长的玉剑 那玉剑通体晶莹剔透 在剑柄之上 有着古转八字 在这玉剑上方 有着一玉剑 茶红直接拿过了那玉剑 临时一扫旋即 便是脸上一阵狂喜 果然 果然如同传说一样 九剑仙扶 仙人留下的釜底啊 这正是第八把玉剑 茶红整个人都激动得要命 不管是谁 当他耗费了一百年光阴 不断地消耗能量磨损 那去沉静止 每日如此 过了百年方才成功 谁不激动 更何况这把玉剑 也让茶红的梦想 有了一丝实现的可能性 即使玉剑本身 对于扎红来说 就已经够珍贵了 因为这玉剑是极品灵器 极品灵器 对于蓬莱仙玉 紫燕魔玉 青龙宫 九煞殿 碧水斧 如此五大势力而言 虽然算是珍贵之物 但是也不是没有 可是对于扎红而言 却是顶级宝贝了 扎红自己的灵器 也就尚品灵器而已 哄 随着一声轰响 一个人影 就出现在了密室之中 密室的防御 对此人根本没有丝毫作用 来人是一个魁梧的大汉 身上有着紫色净装 这大汉正盯着茶红 眼中有的净视笑意 扎红猛地看向这紫衣大汉 顿时脸色大变 狄同 扎红看到这九煞殿的老八 顿时脸色阴沉了下来 同时心中也略微有些慌了起来 九煞殿的九位兄弟 功力彼此也不是一样的 其中老大 狄龙最强 而这狄同绝对能够在九兄弟中 排到第三 茶红 花费了百年 帮我九煞殿破了这黑色玉盒禁制 我还要感谢你呢 狄同微笑着道 唉 对了 你别想你的护法了 一来 他们来也是送死 二来 我刚刚下来的时候 在甲山周围不下了禁制 茶红瞬间冷静了下来 道 八殿下 我茶红 自问得到九煞之一 绝对没有任何活着的人知道 你怎么知道 狄同一笑道 是没有活着的人知道 可是被你杀死的人 难道不会记载吗 听到这话 扎红不禁苦笑 当初他也想到了 那些人可能记载 所以那些人的所有东西 都被毁掉了 可是那些人记载的东西 一定放在身边吗 岂能全部毁掉 这已经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 好 狄同 据说你达到洞虚中气 看来我都不敌你了 茶红表面上如此软弱地说 可是瞬间 一滴鲜血 便渗透进入那欲见 在这刹那茶红 已然滴血认住 有了这几品灵气 茶红至少实力增加了不少 狄同发现这一幕 也不着急 嘴角有了一丝不屑 而这个时候 在密室之外 正有人站在阴暗角落 悄悄偷听着 正是秦宇 那狄同布置静置的时候 只是在笼罩了整个假山 然而狄同没有想到 在假山的下方 许久之前 便有一人悄悄隐藏在地下了 秦宇听到那密室门被炸开 等了刹那 便悄然尾随跟了进来 第五集赤血洞府